下面我們來看一看一個比較重點的詞彙 就是默示不顧不理睬 它強調明明知道 當故意當沒看見 就默示不顧不理睬 我們大聲來讀一下這詞 注意 眾音在guard這個音節上 大聲聽嗎 disregard disregard 就默示不顧不理睬 它強調明明知道 當故意當沒看見 就默示 是這麼一個意思 同樣我們看一看例子 而且我們先看一看它的一些替換詞 我們在生活中有一個動詞跟它特別像 這兩詞都強調明明知道 但故意不理睬 除了它之外 還有這個大家無比熟悉的詞彙 四周級詞彙 我們大聲來 ignore ignore 注意這兩詞都強調明明知道 但裝沒看見 默示 看一些簡單例子 you shouldn't disregard 或ignore safety problems 我说你不應該這個默示安全問題 明明知道有一些隱患 為什麼不當回事呢 明明知道就故意當沒看見 叫做 disregard 或者ignore 都可以 另外你注意到了嗎 老師讀 shouldn't shouldn't 我讀著 shouldn't 這是一個鼻腔爆破 didn 讀快之後順鼻子跑 shouldn 舌頭不動 在氣兒從鼻子出來了 這是表示默示 明明看到 但故意當作看不見 我們看當年一道選擇題 看一道考試真題 看這個題怎麼選 when I saw Jane I stopped and smiled but she shamed me and walked on 當我看到Jane的時候 怎麼樣 我停下來並且衝她微笑 嘿你好啊 但是她怎麼樣呢 什麼樣了我 並且接著往前走 on表示繼續的意思 接著走 大家看選哪個 好我們看只能選B 選Bignore 就不理我 明明看到我了 她不理睬 不理我 接著走 A那Refuse拒絕了我 我沒有提要求 她怎麼會拒絕呢 這個Denie 就否認 我沒有指控她 她幹嘛要否認 那錯過 走對臉 不可能錯過我嘛 所以就不理睬 明明看到 故意裝沒看見 ignore跟disregard 可以同時記住 好 這是一組 叫默示 明明看到 但故意裝沒看見 但是我們還有一組 跟它類似的叫忽視 忽視是確實 由於關注別的東西 沒有注意到這個事情 而不是明明看到 故意不理睬 我們看這組 叫忽視 我們搭上那邊 neglect neglect overlook overlook 這兩次形的忽視 就是確實沒有看到 過於關注別的東西 沒有注意到 這麼一個重要的東西 叫忽視 和默示 還是有些區別 那我們同時呢 也通過一些例子 來看一看 比如看當年一道考試真題 看當年一道考試真題 The joys of travel Having long 什麼 the disabled are opening up to virtually anyone who has the means 好 他說旅遊旅行的快樂 這個樂趣 長期來都怎麼樣了 the disabled 就是残疾人呗 disabled是形容詞残废的 前面加the 表示一類人 残疾人 現在呢 幾乎對任何一個 有錢的人都開放了 只要你有錢 你來的話 我這個旅遊社都歡迎 長期來是怎麼樣的残疾人呢 你看ABCD究竟哪一個證據 好 我們看A選 叫omit 這個詞我們以前在第十八課講詞彙的時候說過 這個omit表示省略或刪除的意思 當時我們講的那個發射叫emit 發射出什麼火星在聲光電講過 這個omit在這兒是省略刪除 省略刪除了殘疾人 根本不通順呢 講不通 B是met錯過了殘疾人 那更不通了 neglect 這個對了 長期來都忽視了殘疾人 沒想到殘疾人也有旅遊的需求 那忽視了殘疾人 這個通順 D選discard是拋棄的意思 把它扔掉 當垃圾一樣扔掉 扔了殘疾人 這恐怕也不通順 新選項最正確 就是忽視了殘疾人 現在呢 幾乎對每一個人都開放 只要你拿錢來 我們都開放 這個的means 不翻譯成這個方法 這個途徑的手段 means可以表示錢的意思 你看我們個人經濟狀況調查 叫means test means空格加pst 還有一個大款叫 a man of means a man of 再加means就好了 不是一個有方法的人 而是有錢人 是這個意思 好 本文中呢 用的這個disregard 叫做忽視 叫漠視 或者不理睬 那么這個漠視不理睬 在生活中好多好多習慾 可以跟他替換 那我們先看看 我們大家特別熟悉的 比如說pay no attention to 根本就不理睬 我不理你 大家都知道pay attention to 是注意 我根本不關注它 不理睬 pay no attention to 也可以用 take no notice of 也行 我們知道這個take notice of 跟pay attention to 搭配意思其實是一樣的 從含義一樣 都是這個注意的意思 不注意不理睬 take no notice of 根本不理睬 還能用什麼呢 這兩個一對 咱們可以同時記 特別好記 第一個叫 turn the deaf ear to 把一隻龍耳都轉向他 龍耳都轉向他 就不理你唄 充耳不聞 turn the blind eye to 把一隻蝦眼睛 轉向他 看不見的眼睛 轉向他 那視而不見唄 視而不見 充耳不聞 聽見看見 裝備聽見 沒看見 這幾個搭配都可以用 我們分別大聲來讀一下 pay no attention to take no notice of turn the deaf ear to turn the blind eye to 好 都行 我們以後表示 不搭理不理睬 當沒看見 當沒聽見 這幾個結構 咱們都可以用 好 這個重點詞給老師 我們就看到這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 後面這個風俗 習俗和慣例 這麼一個重點詞彙 這也是在閱讀和寫作中 可能都會大量用到 這個常見詞 我們大聲來讀一下 convention 大家又看到 C1的清讀 對不對 清讀是發con 不要讀con 老實說過 中間字母v呢 又是上牙 處下唇 發vah 這個動作 大聲來 convention convention 好极了 叫習俗 風俗 或慣例 這個詞當然是個 可數名詞 習俗 風俗 或慣例 是可數的 我們看一些例子 比如說 社會習俗 本文中出現的就是這個搭配 就是social conventions 社會習俗 社會風俗 就是大家約定俗成的一些習慣性的做法 春節放鞭炮 這屬於社會習俗 娶媳婦時 吹索納 坐轎子 這都是social conventions 還有像accepted conventions accepted 就廣為大家接受的 就是司空見慣的 公認的一些習俗 慣例 為大家普遍接受的一些習俗 我們生活中都這麼來做 還有像你看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這翻譯成國際慣例 慣例也是慣常性的做法 兩個國家 逐漸如果出現糾紛的時候 我們一般都是這麼出來處理的 所以就國際慣例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大家看到這個詞是可數的 就確實 習慣用附屬比較常見一些 但是我們生活中 閱讀中看到的慣例詞會特別多 我們把常見常考的詞 做個簡單總結 還有哪些詞跟它類似 表示習俗慣例的意思呢 有一些咱們還見過 比如說custom 這可能大家最喜歡了 最熟悉了 還有tradition 它不單可以表示傳統 也可以表示習俗風俗 也可以 還有呢像institution 這大個的詞 這是多一詞 institution可以表示 大型的機構是可以的 financial institution 這是個金融機構是可以的 但它表示習俗風俗 約定俗成的社會風俗 用它也行 還有一個practice 大家可能還記得 practice這個詞 我們在二十三課 這個各有所愛那個書講過 那麼動油雜頭道 在很多北方國家 是一個廣為接受的習俗 practice不一定翻譯成實踐 也不一定是練習 它可以表示廣為接受的 大家司空見過的習俗 慣常性的做法 這四個詞都可以 我們給老師大聲來讀一遍 custom tradition institution practice 這幾個都可以 那麼這個practice呢 因為我們講過 所以咱們做一個重要的複習 講過知識不能都還給老師 我們看一看114頁的第五行到底七行 114頁第五到底七行 這句話說 on the other hand your stomach would turn an idea of frying potatoes animal fat the normally accepted practice in many northern countries 然而在另一方面呢 你一有用動油雜頭道這個想法 可能胃口就覺得要翻過來 就覺得翻味噁心 而動油雜頭道是什麼呢 動油雜頭道正是在很多北方的國家 就北欧國家了 廣為接受的一個習俗 你看這個accepted practice 習俗風俗慣例 用它也行 也可以 23個咱們講過 好 我們再看它的形容詞形式 就是我們傳統的或約定俗成的 傳統的常規的約定俗成的 就大家一般從歷史來看 大家都這麼來做 我們大聲再讀一下 conventional conventional 可不可以好記 就在家後面加形容詞字跟al就好了 那麼我們看在考試真題中出現的一些習語 你像我們當年在考研閱讀真題中出現過的幾個搭配 比如說 conventional values 叫約定俗成的傳統的一些價值觀 老師多次說過 values用複数表示價值觀 什麼叫價值觀呢 就對事物重要性的判斷 他認為這個家庭重要 他認為呢工作更加重要 這是不同的價值觀 所以呢用複数 對不同的東西都有估值嘛 叫價值觀 傳統的價值觀 再比如說conventional lifestyle 傳統的生活方式 可能跟當代的還是並不太一樣 傳統的生活方式 還有呢 conventional matters 一些傳統的措施 或者叫這個常規的措施 就一般情況下 大家都是這麼做的 常規措施或傳統的措施 可以用它來用 再讀一遍 conventional conventional 好 那麼它的替換的形式呢 我們一般常見的形式 有這麼兩個 一個是tradition 後面叫al 發音呢 跟這類詞都是發 oh oh no no 這個音 再那邊 traditional traditional 傳統的 這個約定俗成的 還有告訴那個custom 後面叫ary之後 也是一樣 我們再答上那邊 customary customary 約定俗成的 這個都可以 好 這是我們看到這個 習俗風俗慣例 在閱讀真題中 常用的幾個詞 咱把它記住之後呢 不但閱讀能輕鬆讀懂 而且寫作 也可以輕鬆來替換 好 這個重點詞 跟老師就先看到這兒 下面 咱們再看一個詞彙 就是感覺到的 意識到的 知道的 這個詞也在寫作中 特別重要 我們大聲跟老師再讀一遍 conscious conscious 感覺到的 意識到的 這個詞關鍵的 其搭配 要不然光記單詞本身的話 可能寫作中不會用 咱們看怎麼搭配 首先第一個 我們記住在後面加介紹 be conscious of something I am conscious of his presence 我意識到了它的存在 我知道它就在旁邊 知道某事 be conscious of 後面直接加名詞或動名詞 這個結構就好了 但是後面也可以加從句 我們把它變成 be conscious that 我們知道這個事 be conscious that 這個也行 當然也可以用off來過渡一下 把它寫成 be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這麼寫也行 那麼be conscious that 它本身就可以看得省略的 切詞off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that 從句 我們說過 連詞that 一般不放在切詞後面 所以可以看得省略 這個切詞off 那麼如果加上of the fact 那 治治之後呢 那麼這個時候 那從句就變成 前面那個the fact 它同位從句了 這麼寫也行 也可以 跟它類似的 還有be aware of 以及be aware that 從結構完全一樣 對不對 連搭配都一樣 同時記住 替換特別方便 我們後面這個詞 詞一大聲的東西 不注意 不要讀aware 不是are 是air air 這個聲音在捲舌 在裡面 aware aware be aware of at least we be conscious of be aware of that 也是把切詞off去掉 或者用b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這些表達都能盼到 在生活中都能盼到 好 這是知道某事 意識到某事 咱們重要的一些表達 那麼還有呢 我們在本科書中 還會出現的反應搭配 一會兒在第一段就有了 就是不知道的 沒有意識到的 非常簡單 我們就一一把前面 都加上even就好了 加上一個否定字頭 我們先讀第一個 不知道的 unconscious unconscious 就沒有意識到的 不知道的 再跟後面那個詞 注意連讀 and aware 變成ana ana 連在一塊 在裡面 anywhere anywhere be anywhere of be unconscious of be unconscious that be anywhere that 當然中間都可以加上of the fact 這個原因怎麼解釋過 不重複了 這是知道 不知道 劉卓英不還有老歌 知道不知道 咱們英語中都快說了 那麼最後看名詞吧 就是某人的意識 恢復的意識 還有主人公意識 功德意識 那個意識 可能也是寫作非常高頻的詞彙了 就是在形式後面加NESS就好了 我們大聲讀一下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就在意識 我們再回顧一下以前講過的 提高人民群眾的功德意識 就不要隨地大小便 不要在公共場所大聲喧嘩 我們可以用 enhance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morality 但enhance 有的時候也能懂得enhance 發A也行 就像improve 改善提高的意思 提高人民的意識 什麼意思呢 公共道德的意識 這個道德 在用這個詞的話 它是個不可署名詞 我們跟老師大聲再讀一下 morality 再快點 這個t又會濁化 在裡面 morality morality public morality 叫公共道德 好了 這是意識 某人的恢復的意識 或者某種功德意識 可以用它 好 這個意識到的 constous這個形容詞 跟老師 我們就看到這 下面 另外一個比較重點的詞彙 就是後面這個重要的副詞 叫強烈的 這個可能用的場合也特別多 咱們把它用對 不要用錯 我們大聲來讀一下副詞 intensely intensely 這個叫強烈的 但是這個副詞 在生活中用的不多 我們來重點看一看 它的形容詞形式 就是強烈的 把後面的ly去掉之後就行了 我們大聲在對面 intense intense 好 這個詞叫強烈的 什麼強烈呢 一般指感情 或者是感覺方面強烈的都行 感情方面強烈的 強烈的愛或恨 感覺方面強烈的痛啊 強烈的癢啊 都可以用它 我們看例子 我們先看這個指感覺方面的 intense heat 咱們叫酷熱 特別特別熱 感覺方面非常難受 intense cold 咱們的強烈的冷 咱們的嚴寒 刺骨寒 intense pain 咱們叫劇烈的疼痛 叫劇痛 你看這麼一比較 咱們發現 在這個強烈的這個表達上 中文呢 比英語可以說是完勝 英語就用intense就好了嘛 你看中文中 酷熱 严寒 劇痛 奇癢 哎呀 中文表達更豐富 這個中文完勝 我們再看指感情方面 intense love 強烈的愛 intense hatred 強烈的恨 intense suffering 強烈的痛苦 而suffering這個詞 指精神肉體都可以了 精神痛苦呢 那就感情方面 肉體痛苦 就感觉方面 可見 用intense這個詞都可以 它指強烈的 但是這個形容詞啊 生活中呢 特別容易跟另外一個詞搞混了 就是我們那個密集的 大家看到長得像 我們把後面的E去掉 叫IVE 那IVE也是形容詞自根 我們大聲先讀一下 intensive intensive 好 這個形容詞一般翻譯成 活動等等 密集的 就在一個小的範圍之內 有大量的這個東西 特別密集 咱們看一下例子 an intensive English course 這是一個高強度的英語課程 就是上課的節奏特别密集 比如跟李老師 学新概念第三冊 第四冊 我們一天學八個小時 一天都不中斷 連著學兩個月 那這當然是個 intensive English course 現在新東風學校 寒假班 暑假班 都屬於intensive English course 因為特別密集吧 密集 還有你看 two weeks of intensive negotiations 兩週非常密集的談判 就是這個天天的 走到這兒 走到那兒 天天跟那個不同的 這個這個 這個夥伴在談判 密集的談判 就是活動本身 特別密集 在比如說的一對詞 intensive reading 還有它反譯是extensive reading intensive reading 咱們翻譯成精讀 我們新概念英語第三冊 每一課基本都是精讀課 我們要仔細把知識點都講清楚 那麼在課文中出現密集的大量的知識點 大量的信息 所以叫密集的閱讀 咱們叫精讀 在大聲那邊 intensive reading intensive reading 那同樣的 我們還可以結合販讀 像一些小說啊 英文的雜誌啊 咱們像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姐妹 就泛泛地看一遍 就不求甚解了 get a rough idea 明白一個大意 這叫販讀 我們再讀一下 這個反譯詞 extensive reading extensive reading 這個extensive 可以表示 什麼 這個泛泛的 什麼空泛的 並不太詳細的 這麼一個叫販讀 那麼還有我們看到 intensive這個詞 經常做複合詞 你看 勞動密集型產業 咱們的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多好幾 那勞動呢 在美食品寫是O2 英食品叫O2O2 再比如說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y 這是 資金或者資本密集型產業 capital是做生意的 本金資本 還有呢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y 叫技術密集型產業 還有像我們新東方 還有像我們新東方在線 colern 都屬於knowledge intensive industry 這叫知識密集型產業 知識密集型 你看這個密集的 用intensive 咱們記住 可以跟感情或感觉 強烈的intensive 做個區分 把它相關搭配 把它記住就好了 這個詞 我們給老師 就看到這兒 下面我們再來看 一個重要詞彙 就是道歉的 表示歉意的 這也是常見詞了 我們給老師 大聲先讀一遍 apologetic apologetic 再快點 後面這個tick 又會輕輕著化成的dick dick這個聲音 在那邊 apologetic apologetic 大家發現確實讀快了 反正d這個聲音更舒服 因為前面的a 後面的i 聲帶都震動 中間這個t不震動 就難受了 帶著都震起來了 我們在那邊 apologetic apologetic 叫它道歉的 表示歉意的 可以用它 那我們看看這個形容詞 該怎麼用 首先我們記住後面一個介詞 基本這個詞就活了 Be apologetic about something 對某個東西表示歉意 對某事 表示歉意 比如說 He was apologetic about his late rival 他對於今天遲到 表示歉意 哎呀不好意思 讓大家久等了 後面加名詞 his late rival 他很晚的到來 這對某事 表示歉意 可以用它 這形容詞 記住 這個 this about 基本就活了 但是我們再看 它的同根字 比如說 它的動詞形式 這個道歉 這個是連詞彙 在搭配同時期 我們先大聲讀下 單詞本身 apologize apologize 這個搭配呢 特別簡單 叫apologize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因為某事 而向某人道歉 因為什麼事 放在for後面 向誰 放在to後面就好了 非常簡單 He apologized to me for his late rival 都行 但是那個to somebody 和for something 如果知道的話 都可以省略 比如說 他被遲到而道歉 如果不說寵我呢 可以說 He apologized for his late rival 可以去掉那個to me 如果知道是對我道歉的話 to me可以不說 同樣後面的for 也可以去掉 He apologized to me 他向我道歉了 為什麼是 如果我知道的話 for就可以不說了 就是這個道歉 這個動詞 它的名詞形式 就是道的這個歉 或者表示的歉意 都可以 我們大聲讀下 apology apology 就是道歉 這個行為 或者這個道的這個歉 都行 這個名詞形式 我們得寄一些搭配 第一個就是 make an apology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因為某事 而向某人道歉 你看這個make an apology 就類似於 剛才的動詞 apologize 他因為遲到向我道歉 一般規則是 he made an apology to me for his late rival 就好了 另外還有一個搭配 叫oh somebody an apology 欠某人一個道歉 是什麼意思呢 就應該向某人道歉 你欠他一個應該給他嗎 應該給他這次道歉 你不是應該向他道歉嗎 那我覺得我呢 欠你一次道歉 就我應該向你道歉 I feel like I owe you an apology I owe you an apology 我欠您一次道歉 就我應該向你道歉 我說你應該向他道歉 you owe him an apology 就是你欠他一次道歉 就相當於 you should apologize to him 是一樣的 那麼當然這個項目 道歉還有一個搭配 咱們說過 say sorry to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因為某事 而向某人說對不起 其實就是道歉的意思 就是把剛才這個 apologize 換成動詞短語 say sorry就好了 he said sorry to me for his late arrival or for being late 都行 他因為遲到 而向我道歉 就是把這個歉意 相關的這個詞彙 放在一塊兒記住 記住搭配 這個單詞 立刻就活了 好 下面一個詞呢 大多數是複習 就是我們在第16個 那個accuse裡面講過 上級批評下屬 這麼一個動詞 這個有點難度 我們大聲來讀一下 reprimonde reprimonde 叫做訓斥 呵斥 批評 但是我們說reprimonde 這個詞一般用在 上下級之間 一般上級批評下屬 經理呢 批評底下員工 用它 它跟另外一個詞 rebuke呢 在這個場合下 一般是可以替換的 一般都是上下級之間 我們把後面的詞 也讀一下 rebuke rebuke 也是批評 一般是上對下的關係 你比如說 我們先看搭配 reprimonde 會rebuk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這個答對特別好記 for表示因為 因為某事而批評某人 咱們看一個簡單例子 比如說 I was reprimanded 或者I was rebuked by my manager for being late 你看我因為遲到 而受到了 我們經理的批評 或者我們經理的 因為遲到這個事 而批評了我 這個都行 注意後面加級是for 一般用在上下級之間 那本文中的也是 這經理批評售貨員 這用的場合 也是對的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在16課說過的一個搭配 也是呢 因為某事而氣憤的指責某人 跟批評相關 他一般表示情緒化的 非常生氣 怎麼回事 你說 怎麼回事 周圓你 一般是情緒化的指責某人 我們大聲再讀一下 accuse accuse 這個詞容易錯的是 後面接詞搭配 他很少用 accuse number 4 一般我們都用off 隨大溜走最安全 後面叫off這個搭配 因為某事而氣憤的指責某人 我們再回顧一下 在第16課里面 74頁的第十行 74頁第十行 你看 Dimitri immediately went to Alico's house and angrily accused him of stealing the lamb Dimitri立刻就跑到了 Alico的家裡面去 被氣憤的 因為他偷了他的羊 而去指責他 即便沒有前面 angrily這個副詞限定 他本身也含有這個含義 加上副詞之後 語氣就更衷了 非常生氣火貓三丈 你怎麼回事 沒什麼頭了 我們家的定情之物 這是這麼一個 當然我們說過 accuse number of something 也有可能翻譯成 因為某事而起訴某人 這是多一詞 但搭配都是一樣的 本文家對語境下 不可能起訴了 到人家裡就起訴不可能了 這是氣氛的指責 可以 還有 批評某人 這可能這個詞 是比較通俗一些了 他沒有什麼特殊的含義 就是因為某事 而批評某人就行了 沒有什麼特殊含義 就是正式的批評某人 就批評了 說到批評了 具體是怎麼一個措詞 是否嚴厲 咱們從這搭配 看不出來 總之 就是正式的批評了某人 就好了 還有 我們用 censure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你看大多數後面是加for 可見那個accused 是個特例 它後面叫off 這個詞一般咱們叫嚴厲指責 嚴厲的批評 就是這個 措詞比較嚴厲的 他未必火貓三正 蹦起來 但措辭比較嚴厲 就很不客氣 很不給面子 對吧 我們答案裡面 censure censure 這個大費 censure something but for something 還是跟for 我們看一個簡單例子 ministers were censured for their lack of decisiveness during the crisis minister可以表示部長或者是大臣 都行 這些部長們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因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危機期間欠缺果斷 Decisiveness 表示果斷 不夠果斷 而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這可能是總理或者總統批評他們 好了 這是嚴厲批評 還有我們說的 一般用在大人批評小孩的 裡邊用這個用得多 我們大聲先讀一下 scored scored 這個一般都是長輩對晚輩了 爸爸媽媽對孩子 老師對學生 這個批評用它更多一些 注意場合 有區別 但後面借詞依然加for 規則搭配 我們大聲再讀一下 scored scored 注意著話 不要讀scored 你比方說 His mother scolding him for breaking her favor ways 他的媽媽 因為這個男孩淘氣 把他最限的花瓶打碎了 而批評這個孩子 你倒霉孩子 媽媽的花瓶兩百多萬買的 把你賣的都買不回來 生氣的在批評孩子 大人對孩子 或者是老師對學生 這個更好一些 這個ways 在英式翻譯大多數人讀中was 就跟was差不多 每次讀中ways 或者ways 都可以 都可以 還有呢 我們一個詞叫reproach somebody for something 也是批評指責 這個就比較文言一些了 我們大聲先讀一下 reproach reproach 這個詞一般都強調什麼呢 一般都強調 因為沒有辦某事 沒有做某事 而指責某人 這個詞應該做 他沒有做 用reproach這個詞更好一些 因為未做某事 而指責某人 看例子 He reproached me for not answering his letter 他因為我沒有回他的信 而批評我 而指責我 你說給寫了半天信 不理我呢 他比較生氣 reproach 這個詞也是表示批評 但記住 一般都是由於 該做的事沒做 而批評某人 而且他比較文言一些 比較文氣 reproach 還有再複習 我們又看到這一對 blam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blame something on somebody 第一個搭配跟前面類似 但第二個 事情放前面 後面叫on 但blame這個詞 表示批評責備 一般強調什麼 我以前說過 這是複習 這個詞一般強調 這個事情是某人的責任 都怪你 這事要不是你呢 就沒這事了 指責 強調某人應該為他負責 強調是某人的責任 你看我們看一組句子 比如說 they blame George for the failure 他們把這個失敗 歸咎到喬治身上 也可以倒過來說 they blame the failure on George 把某事歸咎到某人頭上 這個也行 所以記住blame這個詞 強調某人應該被這個倒霉的結果負責 用blame更好一些 兩個搭配都可以 都可以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多次說過那個譴責 譴責是大家一致批評了 不是一個人批評兩個人 而是大多數人 很多人都在批評咱們的譴責 後面有m還有n 那個n是不發音的 m是發音的 我們大聲都講 condem condem 不要condem 這個n不發音m 發音水必住 在那邊 condem 好 condem a for b 可以表示因為b 而批評a 譴責a是可以的 如果中間把for混成s呢 那意思就變了 s和g次發音是是或作為 所以呢 condem a 和sb 發音是把a譴責為是 b 把a譴責為是 我們看一下例子 the movie was condemned for a sexism 這部電影 因為他性別歧視 而受到了譴責 在這裡面這個for 是表示因為 sexism 表示性別歧視 类似sexual discrimination 性別歧視 再看下面那個 the terrorist attack was condemned as an act of barbarism and cowardice 這次恐怖襲擊 terrorist 翻譯成恐怖主義者 當然形容詞 就是恐怖主義的 這裡是形容詞了 恐怖襲擊怎麼樣 被譴責為是 這樣一個行為 一個行徑 act 什麼行為呢 barbarism 是野蠻 cowardness 是懦弱 被譴責為是野蠻 和懦弱的行徑 我們出現詞 再讀一讀 這個野蠻 這個詞 barbarism barbarism 作為英語愛好者 咱們不應該放過 任何一個 咱們獨到的生辭 它的反義詞就是 civilization 文明 後面那個cowardness 是個不可說明詞 翻譯成懦弱 但如果把後面的ice去掉 留下coward 就是可恕名詞 膽小鬼的意思 好了 懦夫 我們再讀一下 cowardness cowardness 這次恐怖襲擊 被譴責為是 野蠻和懦弱的行徑 就好了 這是我們十六課 講過的一些 有關批評的 重點值的複習 大家講過的知識 要複習不要忘記 否則就白費金了 好 最後我們再看一看 這個stage 這個特殊的動詞 stage做名詞 大家屬於是舞台 但本文中做動詞 就是組織 策劃 舉行 舉辦 意思特別多 我們再讀一遍 stage stage 這個詞確實本來 表示舞台的意思 做動詞可以表示 把什麼東西搬上舞台 把這個比如說 這個劇本搬上舞台 把它排成舞台去 那排生意就是組織 策劃 舉行 舉辦唄 把它讓它上台 到台上演出了 我們先看看它的這個 英文解釋 stage其實類似於動詞 organize 組織 策劃 舉行 這麼一個東西 就organize 我們先看一看 這個詞的一些常見搭配 比如stage strike 組織意思罷工 可以用它 stage riot 策劃意思暴動 暴亂 暴動 叫riot 我們可以大聲讀一下這次 riot riot 就是組織策劃這麼一次暴動 好像把它排成劇本放到台上演出了 暴動開始了 非常好記 stage of plot 可以翻譯策劃一個陰謀 這個play 可表示陰謀詭計 當然也可以表示什麼劇情啊 這個電影裡的劇情情節 在這兒是陰謀 stage of coup 翻譯成策劃一次政變 這個coup叫政變 我們常說military coup 叫軍事政變 大家注意這個最後的p不發音的不要讀coup 這老外界聽不懂了 我們讀下這次 酷 酷 China staged the 2008 Olympics 中國把奧林匹運動會搬到舞臺上 讓大家能看到 組織策劃舉行舉辦 相關這些搭配咱們都可以放心用了 見過之後再用肯定沒問題 這是重點的動詞 stage 好 這個第31個生詞比較多 重點詞也不少 希望大家牢牢把它掌握住 仔細不得複習 好 生詞短語呢 跟老師先看到這裡 就是 但是